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 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五天 第五百四十一集 你的意思是否就是说 赐天王就是力量天王 敏捷天王 体力天王和精神力天王 方林接着又说道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现实当中 或者说是梦里世界当中 是年轻僧人打扮的男人 他偏向于体力特长者一类 擅长反弹他人的攻击 并且还会强力磨魅术 举手投足兼威力巨大 你说的是雷洛 五十六号一口就叫了出来 这个人正是四天王之一 体力特长的雷洛 方林点了点头 眼前浮现出了那个若祈福 山巒一般的红衣强悍身影 他的嘴角翻出了一丝微笑 接着又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你的实力在所有的被选者当中 能够排到多少 五十六号微微的摇头说道 这个就很难讲了 被选中者是梦魇世界所要寻找的人 是被世界所需求的 要么就在技能变异上得到照顾 要么就在试的方面占优 比方说他们总是能够在进入世界的时候 被分配在占据优势的一方 总是硬气特别好 能够接触到隐藏任务 抽取到好东西等等 我的能力是要在团队的安排分配下 才能够发挥作用 所以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不过五十六号继续说道 被选中者有一个先天上的劣势 那就是因为梦魇世界的照顾 只要做主线任务随大六的话 往往都能够付出被别人很少的努力 就能够顺利的通关 所以他们往往在顺境当中发挥的很好 一旦处于劣势 就会导致崩盘 仿佛溶解在了黑暗当中的方林 望着太无失和的河水 久久的没有说话 于是凌晨了 夜影阑珊中 这所酒吧的气氛变得很是独特 里面没有灯 全是点着的蜡烛 来这里的人都是轻言细语的说话 在这种黄昏的灯光下 耳畔响的是难以辨认的窃窃私语 很是给人一种恍然若梦的细微惆怅的感觉 方林沉静地闭上了眼睛 举起了酒杯到了唇边 这杯新叫的杜松子酒的滋味独特 苦涩后却能够感到强烈的芬芳 当然 酒的后劲也很足 喝他的方法 就是要闭上眼睛 仔细地体会那种奇妙的滋味 他将酒杯凑到了嘴旁 只是忽然间觉得持酒杯的手上多了细微的压力 而本该碰触冰冷冰蔽的唇 却吻上了一件温热柔软的事物 他睁眼一看 眼前女子在黄色的烛光下 梦幻得不似时人间烟火一般 涂抹着紫色唇膏的林荫秀 正伸手按住了酒杯 而自己的唇就正好印在了她的手背上 这一瞬间肌肤相处的感觉 似乎柔水一般润无无声地流淌入了这对男女的心中 压力很大吗 林荫温柔地说道 虽然这里可以说是安全的 但是喝太多酒总是不好 方明粗暴地将她搂了过来 桌上的酒杯酒瓶被哗啦地剥落在地上摔得粉碎 她掠毒式地吻上了她的唇 两个人坐着令人窒息的长吻 而林荫秀的丹凤眼甚至出现了几分迷惘的诗神 她倔强 而略厚的嘴唇突出的颧骨配合着鲜弱的体态 都在诉说着一种复古的艳丽 而这样的激情在本土的酒吧里面或许有些突兀 但是在崇尚浪漫的泰晤士河边的小酒吧里面 却是司空见惯波澜不清 方明吻着林荫秀 她的心中泛起了一阵难以言喻的 令人口干舌燥的忌妒 九 女人的气息与肉体 本来就是缓解压力最好的催化剂 昏暗灯光下的林荫秀给人的感觉 却是红且艳丽 甚至美丽的 似乎都不给旁边的同性留下一丝余地 她身上只有现代女性才会有的 爽朗与英气已经消失了 有的只是妩媚与柔软 还有着一种成熟的娇媚 她很大胆地跨坐在了方明的身上 头极力的后仰向纤细的腰肢前挺 若黑铺一般的长发宣泄似的清泄了下来 露出了洁白细嫩的脖子 而方明喘息着 吻着她的脖子 似要将她揉碎似的大力 搂住了她的腰 那潮热的感觉触及到了火热似的顶端 虽然隔着薄薄的布料 也令得两个人同时难以自制地 同时滴滴地呻吟了一声 并且呼吸都变得浑浊了起来 虽然一声低微的闷哼声 两个人开始进入到最深层次的接触 他们轻微地动作着 在这昏暗的角落当中 周围都是嘈杂的旁人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却有着一种分外的刺激 方明仔细地体会了 在这个美貌的似一团气质的女子的身上 每一下的抽动和摩擦 同时也在她火热的嘴里 与她的舌纠缠着 两酒 两个人终于分开了 拥抱了一会儿后 副帐出门 长街上两旁的街灯 笔直地处理着 在漆黑的夜空里面 延伸向了远方 于尽头缩小成了两个小小的光点 发白的光线 搅拌着凌晨一点 那多种的清寒 而这种无由的威严 使得慵懒的林银秀下意识地 向着方明的怀里缩了缩 相信 她的公司职员 此时要是看到了林银秀 如此娇柔慵懒的模样 一定会大跌眼睛的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 林银秀素来都是女强人的模样 如此小女人 依偎在了一个男人的怀里 几乎那是不可能想象的事情 而此时 头脑分外清明的方林的眼睛 却忽然间亮了起来 我知道了 隐藏的石墙者称号的其中之一 是什么了 林银秀也是反应极快 见方林望着自己 马上就明白了过来 难道你说的 是我这样情况的轮回者 对 方林深深吸了口气 通常情况下 判断一个轮回者 是否属于哪种特长 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因为其主要属性 会以绝对的优势凌驾于其他的三项属性之上 例如 我和老胡就是很典型的 但是 也会有例外 比如说 你 力量 106点 敏捷110点 现在就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到底是属于哪种特长者 说你是力量特长者也可以 说你是敏捷特长者 也没有问题 甚至 连你刚刚进入梦免世界当中的时候 利民两项属性也是惊人的激进 因此 我推测 隐藏的强者称号 很可能就是针对你这种罕见的双属性全能者所设定的 不过隐藏称号的获得 也肯定并不轻松 不仅需要实力 说不定 更需要的是运气 方民猜测的很有道理 可以说 已经是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但若严格说起来 他未免还是有些小看了梦魇 世界当中的奇人异事 也低估了天下的英雄 四天后 茂密的亚马逊丛林当中 按照先前的约定 林银秀于五十六号同时被空投到了这个南美洲的原始丛林当中 他的转职任务就仿佛是连续任务一般 乃是只给出下一步的提示 当你依次将各部做完以后 才能够将最终的终极任务所获取 他当前的目标呢 是独自寻找到丛林当中的玛雅神庙 真是魂世界当中的小猫女查姆查姆 就是来自于南美洲雨林的玛雅部落 而罗将神的力量源泉之一的破坏王之卵 就是从玛雅部落当中的宏伟金字塔当中掠夺而来的 因此林英秀的转职任务是要去这个地方倒也算是在行李之中 毕竟从各种蛛丝马迹来说 他的转职任务应该都是与真是魂世界当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个人此时已经整整在这儿跋涉了三天 出来寻找食物的任务自然交到了五十六号的手上 但是在这个荒谬与危机四伏的陌生原始丛林当中 捕食者沦为被猎食的对象的事情是屡见不鲜 有好几次 这个活死人抑郁采取的鲜艳的野果突然间抖动起来 恶狠狠地持住他的要害 原来那野果竟然是一种奇毒无比的一蛇的头罐 而踩上去便会发出一声砰的一声巨响 爆炸出大量笼罩方圆数十平方米的淡黄色烟雾 更是与地面同色难以辨认的成熟的马缚军体 而这个东西却是除了会让你吃上一惊之外 没有任何的坏处 当好不容易手提着一只肥瘦叔叔的五十六号 踩上了第六颗成熟马缚军体的时候 他又遇上了一次对他告不成任何威胁的突袭了 一根细小的吹剑飞射向了他的后颈 这事实上啊也是原始丛林当中 杯葛米人惯用的突袭方式 那根吹剑其实是一根植物的刺 上面涂抹着剑毒蛙的可怕毒液 那吹剑上的毒液足可以让一头美洲虎 在十秒钟之内死亡 警觉过来的五十六号顿时就听出来 周围已经有着六名杯葛米人 在四周的密林里包围着自己 这些生活在原始丛林当中的原住民 十分的凶残 他们的身高绝对不会超过一米四 皮肤幽黑 通常活不过三十岁 都是近亲通婚 最擅长的就是巫术与毒箭 五十六号 轻描淡写的举手挡住了偷袭 而来的那根原始的小刺 沉身跨度翻滚 手臂若诡异的毒蛇一般缠绕上了 矮小的杯葛米人的脖子 顿时就有着闷脆的骨折声响了起来 他就以这个矮子余温未凉的身体 作为挡箭牌 隐藏在其身后 静止冲向了另外两名杯葛米人的潜伏处 那个毒箭刺在他的身上 半点作用都没有 连心跳都没有 到五十六号的血液自然不会流动 没有流动的血液 毒素就根本无法传播 而这个时候就可以显示出 方宁的远见来了 因为在现实世界里面 轮回者的装备几乎是被完全剥夺完的 只有特殊道具才能够被携带进来 那么防御就成为一个人的大问题了 有了五十六号 这个活死人在旁边帮手 就算他不能够帮上任何大忙 这至少是一面可靠的肉盾 而且这个任务苛刻到了林银秀 连带上八笔都会被认为是违规的地步 看来空间对于独自一人的判定标准 确实是以心跳呼吸体温这些生命体征而定的 杀死了面前的两名杯葛米人之后 五十六号转过身来 他已经发现在场剩余的敌人都已经变成了尸铁了 就在这短短的瞬间 林银秀已经将这些组成伏击圈的敌人 全部成功地击杀 就连在外围放风的那四名杯葛米人的呼吸 也仿佛在起初的那一瞬间就凝固住了 五十六号心中凛然 这个女人的成长速度可以说是超乎想象 几乎又比合金弹图当中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而林银秀却是深切地怀念起了方林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只要一个精神控制 就能够读取附近地形了如指掌的杯葛米人的记忆 自己又何须似这样无头苍蝇似的乱装呢 而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也仿佛受到了奇异的干扰 一天当中也只有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能够与外界联系上十分钟 火光熊熊 五十六号远远地待在了树顶上 双手抱膝默默地坐在那里 就像是一座雕像 而这个人 仿佛天生就与黑暗孤独有缘 没有体温 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的她 自然不会吸引到任何的毒虫蚊子 然而 梦魇世界当中的装备固然是带不进来 但是在林银秀的丰厚财力的支持下 各种先进无比的装备却是应有尽有 除了营地周围的最新的红外线触发警报器 杜邦公司的化学驱虫美机 能够十分有效地阻绝猛兽入侵的木高迪 单人三层控温拨干帐篷之外 还有各种先进无比的高科技装备 当然最为强悍的还是在营地周围密林当中出现飘移的一个个红色的小点 那是红外线电子眼略过的印记 在营地周围铺设的塑料电磁导轨上面运行着四名伪装过的先进的机器人 他们会遵行着捣鬼行进的过程当中 用电子眼警惕地把握着周围的动静 瞬间用身上装备的四把自动步枪倾泻出强大的金属风暴 将一切赶于接近营地三十米范围内的生物全部杀死 甚至他们还能够根据侵犯的敌人的体积 自动选择切换榴弹枪然后瞄准发射 林依秀用心爱的咖啡机淹磨着咖啡 磨了一杯香浓的咖啡出来 然后在火堆上面煮沸后平静地喝着 他几乎是将自己平日里 闺房里面最喜欢的东西全部都携带了出来 这要是换成旁人 携带这么多的装备 在原始荒蛮的原始雨林当中 他无疑就是相当于自杀了 但是他和五十六号都是轮回空间当中的强者 纵然是没有装备的加成吧 但是依照两人的力量来说 这搬运这些装备却是绰绰有余 丝毫不会影响他们行进的速度 时间就慢慢的过去了 营地外面不时响起了散乱的枪声 还有动物垂死之前的七粒嚎叫 那是机器人的电子眼瞄准了进入攻击范围内的生物进行了断点点射 在四名机器人组成的交叉点射火力之下 亚马逊河流域当中的经过的陆地生物几乎没有一头能够逃得过这冷酷杀人的机器屠杀 其实才是茂密的原始雨林当中 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源于野兽 而是剧毒的昆虫与那些神猪鬼没的碑格米人 而在靠近的昆虫对于毒气的耐受性接近于零 而碑格米人的远程攻击方式吹剑 他们不会拥有超过十米的射程 所以安全性是有充分的保障的 林依秀接下来看了看时间 夜光表上面的指针指向了十一点五十八分 他开始拿出了卫星电话 调试准备接受有效的信号 每天只有在午夜十二点这个时候 通讯才会出现奇异的一丝缝隙 使得讯号能够传递到外界去 虽然这很没有科学道理 但是可以预见 与梦魇世界是绝对脱离不了关系的 第之后史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